即將登場的德國柏林國際影展 今年有兩部台灣電影 入選影展的電影大觀單元 鬥島 紐承澤指導的 《軍中樂園》 和台灣導演張作季的最深夢子 其中《軍中樂園》 訴說1950年代 國軍特約查世的故事 細膩刻畫大時代裡小人物的無奈 是他繼《蒙甲》和《愛》之後 第三度入選柏林影展的作品 鬥島說拍完《軍中樂園》 他有別的計畫 是一趟很大的挑戰 是一個不管面對那個時代 那個體材 或者我們參與其中的人 自己的一些神秘的經驗 那對我而言 好像真的剝了一層皮 現在心情就很想很想 拍一部有趣的喜劇 看看 而且我覺得也是這個世界 現在好需要的 至於張作季的《最深夢死》 劇中除了資深演員员呂雪鳳 其他三位男角幾乎都是深面孔 其中李鴻琦更是首次演戲 張作季試圖透過這部電影 表達近年來的心情 但電影還在後製階段 沒人清楚究竟在演些什麼 呂雪鳳只好先爆點雷 滿足觀眾胃口 我只能透露一個小點 我不是人 你不是人 結果我演到最後我不是人 這算是爆哏嗎 不算 有一小爆 姚哥不要罵我 他拍的戲專門拿獎 但是票房奇慘 所以他拍戲是一種 理想真的是一種藝術 他不是靠拍戲賺錢 這種導演我能不停嗎 本屆柏林影展只有三部華語片 入選競賽或觀摩單元 台灣就佔了兩部 另外還有兩位星銳導演 邹龍娜和黃映玉 入選柏林影展新瑞營 準備在國際舞台展露頭角 中央設計者紅旁軍張雅廷 台北報導